聪明的父母 去儿女家做客 能做到三不代 一 引言 人生路上 父母与子女原本是一家人 可是 当子女成家立业后 就意味着 他们脱离了原生家庭 将与父母渐行渐远 多少父母 在子女成家后 就渐渐意识到 与儿女之间 已经成为了两家人 在相处时 需要把握一些分寸感 尤其是 去儿女家做客时 要学会把握界限感 聪明的人 去儿女家做客 能做到三不代 在享受亲情的同时 也给儿女留下足够的空间和自由 二 不代评判 作为父母 自然会情不自禁地关心儿女的一切 但是 儿女成家后 就要记住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 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运行规则 作为父母 不要因为自己的想法 以及自己的习惯 就随意评判 儿女的生活 就比如 随意评判 儿女的家居装修风格 生活节奏 甚至他们对孩子的教育方式等 还记得电视剧《老友记》中 摩妮卡的母亲 经常在各种场合批评摩妮卡 摩妮卡的母亲似乎都忘记了 她是一个成年人 她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 有她自己的性格 由于母亲总是评判她 让她经常感到压力 很怀疑自己的能力 如果父母对儿女随意评判 会再无意间伤害到他们 也许父母是出于善意 出于对儿女的关心 但是作为父母必须认识到 这样的评判 只会让子女感觉到不快乐 使得他们无法更好地做自己 三 不带指责 每个人的生活中 总会有这样那样的问题 儿女也不例外 可能 儿女的工作压力大 可能儿女的儿女不太听话 或者可能儿女和爱人 有一些小矛盾 其实 这些都是生活中的常态 但是 总是有一些父母 很喜欢指责子女 指责他们做得不够好 不够懂事 不够听话 其实过多的指责 虽然是出于爱 也是会影响子女的 可能会影响她的心情 她的生活 还会影响她的家庭 到儿女家去做客 不管儿女做得好不好 要多几分耐心 给儿女更多的理解 儿女做得不够好的地方 可以温柔善意地提醒 增广贤文 有言 责人之心责己 数己之心数人 儿女面临困难时 父母应该鼓励她 给她信心 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而不是责备她 这样 才能真正地走进儿女的内心 让亲子关系更加亲密 四 不带依赖 小的时候 子女依赖父母 到了晚年 许多父母也会逐渐依赖子女 去儿女家做客 要记住 就算是去子女家做客 也要尽可能地独立生活 而不是过度依赖儿女 我们小区 有个李阿姨 她就特别依赖女儿 每次去她家 她进门就抱怨 自己身上这里痛 那里痛 女儿要带她去医院检查 她又不愿意 在女儿家里 什么事都让女儿为她操心 就连晚上 她要洗脚 她都要女儿为她打洗脚水 女儿家里有两个孩子药管 每次李阿姨来 她就会感觉很累 因为但凡她有做的不太好的地方 李阿姨就会生气 她就会产生严重的内好 作为父母 去儿女家生活 能自理的时候 不要过分麻烦子女 毕竟 儿女有自己的生活 有她自己要忙的事 如果 真的需要儿女帮忙了 就开口说出来 儿女也会积极承担责任 五 接触于 人生路上 不管你与儿女的感情有多好 去他们家做客 一定要记住 保持一定的分寸感 毕竟 儿女与父母是两个家庭的人了 彼此 彼此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 作为父母 尊重儿女 彼此之间相互温暖 会相处得更温馨 人老了 不管多有钱 都不要对这几个人太大方 一 不愿自食其力的儿女 老话说 龙生龙 凤生凤 老鼠的儿子会打动 这句话 虽然暗含着人与人之间 因为身份 地位不同 而分出了三六九等 但换个思路理解 就是每个人终究是要靠自己活着 哪怕重复着与父辈同样的足迹 或飞黄腾达 或平淡无奇 都没有关系 重要的事 都能自食其力 人老了 自己所创造的一切都成为了过去 为高权重也罢 才华横溢也罢 腰缠万贯也罢 都成为一种精力 无法粘贴 复制到儿女身上 让他们延续自己的生活 诚然 有人欢喜 有人愁 很多人自身能力平平 但儿女却清出于蓝 而胜于蓝 扭转了整个家族的命运 有的人自身功成名就 儿女却烂泥糊不上墙 还有的人 哪怕自己和后代都很努力 却始终未能敌得过命运 一直困顿不堪 父母总是心疼儿女的 尤其是看到孩子过得还不如自己时 更是穷尽一切 想要帮衬他们一把 我们身边从来不乏这样的例子 老人家省吃俭用 儿女们也争气 一家人终于打了个翻身仗 但也不乏这样的例子 儿女们成为啃老族 与家境贫富无关 面对这种不愿意自食其力的儿女 就不要大方了 甚至要有壮士断腕的勇气 断绝一切经济上的往来 以最决绝的方式逼迫他们去谋生 子孙若如我 留钱做什么 闲儿多彩 则损其智 子孙不如我 留钱做什么 于儿多彩 亦增其过 这是林则徐的家风传承 也成为后人津津乐道的学习榜样 二 不愿放弃折腾的老友 千金亦得 知己难求 人生旅途上 能够结交三五好友 一二知己 便是莫大的幸运 有了他们的陪伴 这一生才多了几分精彩和急许温暖 走过了青春年少 走过了沉稳中年 当老友们都开始未熬过了人生中 一个又一个考验 而欢呼 而释然的时候 或许更多的时光 就应当用来安享晚年 少一些折腾 多一些安分 但现实生活中 总有一些人不愿意按常理出牌 有人退休后 为了找回那份 无处不在的存在感 和备受尊重的感觉 便一门心思往人群里走 他们参加一些打着讲座 旅游的老年团 在一次次情感陪护下 购买产品 结果上当受骗 大半生的积蓄 有去无回 对于这些显而易见的不良商家和心知肚明的骗局 有的人 仅自己身陷其中 无法自拔 还极力动员老朋友们 一道加入 为了支撑起强大的购买欲 他们也会向老朋友伸手借钱 一次两次 可能还说得很是委婉 三次五次 便有点虎脚蛮缠 动不动就拿一辈子的友情来说是 让人很是为难 但真正的朋友 是不会任其在歧途上越走越远的 无紧钱袋子 不知缘 一分一毫 实在是以雷霆之手段彰显菩萨之心肠 三 不懂感恩的亲戚 人越是年纪增大 越是会明白 维系亲情的 不光是血缘 还有金钱 亲戚之间常来常往 靠的是彼此门当户对 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都在同一个层次和水平 这样才能有共同话题 才更容易理解对方的喜乐哀愁 当然 经济上的贫穷并不是疏远亲戚关系的罪魁祸首 心穷才是 比如 家族里涌现出一个跳出农门且又爱帮忙的亲戚 如果每个后辈都能在这个人的榜样示范下同样吃苦耐劳 勤学上进 那么整个家族的命运也会渐渐得以改变 这种帮助并不是他们每次回来挨家挨户送多大的红包 买多贵重的礼物 而是促息谈心 给予精神上的鼓励和人生目标的指引 蔡根坛中写道 是君子 贫不能记物者 欲人痴迷处 出一言提醒之 欲人急难处 出一言解救之 亦是无量功德 意思是说 一位君子因贫穷而不能在物质上帮助他人 遇到他人有想不开的事情 能够用言语来点醒他 遇到他人有困难 帮他出没话策 把他解脱出来 也是功德无量 人老了 面对有求于自己的亲戚 如果对方只认钱 不认理 还是不要枉费心思了 这样的亲戚 只会记得你 未曾帮过的忙 断然不会惦念你是以元首的恩情 朗费罗曾写道 不要老叹息过去 他是不会再回来的 要明智地改善现在 要以不忧不惧的坚决意志 投入扑朔迷离的未来 人老了 面对自己曾经跌过的交 也不要总是耿耿于怀了 记得收拾起自己的大方 才能潇洒地往前去 当你不再做这些 你就开始有钱了 一 引言 人生如一粒种子 必须心情达理 耐心照顾 才能发芽 开花 结出丰硕的果实 若任由其发展 不加以约束 人生的走向不受控制 不知道未来会是什么样子 人生路 艰难而幽远 无论遇到什么样的人 靠自己去走 在前行的路上 真正影响你的人 不是别人 是自己的行为习惯 许多习惯 就像是系在脚上的千球 让你寸步难行 想让自己的人生过得轻松 有质量 就要学会鞭策自己成长 学会约束自己 当你不再做这些 你就会开始有钱了 很准 二 不与胡鹏狗友私混 与优秀的人为伴 诸葛亮 在《出师表》中写道 亲贤臣 远小人 此先汉所以兴隆也 亲小人 远贤臣 此后汉所以兴腿也 人这一辈子 有怎样的发展 和环境有很大的关联 若你身边全是爱学习 努力奋斗的人 你懒惰 散漫 就会觉得很不好意思 下意识地去跟随他们的脚步 同化成那种积极向上的人 相反 若身边都是混日子 胡吃海喝 只知道玩乐的人 即便你本性不差 也会学坏 走上弯路 心理学中表明 人是可以接受暗示的动物 每一个人都会被环境所影响 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人做朋友 很容易会成为什么样的人 交对朋友 不和那些让你外表看起来很快乐 内心却空虚的人在一起 就算孤独一些 也要专注于有意义的事情 多向优秀的人学习 找到成功的经验和方法 人生会有志的飞跃 三 不再敷衍事业 用心去钻研专业技能 一个人 一辈子能不能赚到钱 从他对待事业的态度 能看出来 欢乐送中的秋莹莹 工作时与同事谈恋爱 她的心思都在男朋友身上 可以说是个没有失业心的姑娘 结果 她感情受挫 连带着工作也丢了 一度穷到 无法在上海立足 都想回老家去发展了 那一刻 她才知道 人只能靠自己 之后 她去面试 简历投出去 却没有下文 几经周折 终于找到一份销售咖啡的工作 她很珍惜这次工作机会 不再敷衍事业 开始专注 认真的研究咖啡的品类和味道 还钻研出了 网上销售咖啡的方法 得到老板赏识 成为了店长 方志敏说 我们活着不能与草木同府 不能醉生梦死 网渡人生 要有所作为 如若 想让日子越过越好 就要学会热爱事业 就算再难 也不轻易放弃 不管在什么岗位上 热情积极地投入到工作当中去 创造出更多的利益 让自己的价值更大化 当你变得优秀 自然有更多升职加薪的机会 赚钱也会容易许多 四 不再懒散度日 利用碎片时间学习 国学大师纪献林先生 一开始只是贫穷农家的普通孩子 他喜欢读书 特别勤奋 利用起所有闲散的时间 读书思考 不管在飞机还是车上 他都会思考问题 或是静静读书 就连生病 一只手上梳着液体 另一只手 不是捧着梳 就是在写文章 最终 他通过学习 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迹 颜真卿说 三更灯火五更基 正是男儿读书时 非法不如勤学早 白发方悔读书池 想要改变自己的命运 读书 增长见识和经验 是一种捷径 珍惜时间 不要说自己太忙了 随便拿出某一天 仔细去想一下 都会有很多空闲 可以利用起来 当你不再懒散度日 懂得利用时间 让自己加速成长 就会增加成功的几率 运用碎片时间学习 可以获得更多的技能和本领 积累财富 就会变得简单 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 努力去争取 人生不管起点如何 想实现理想生活 就要不断成长 与优秀的人为伍 多学习他们身上的好习惯与经验 路会走得更顺利 对事业用心 不再摆烂摸鱼 增长见识和阅历 能把手里的活做到极致 不管岗位多么普通 都会表现出与众不同的一面 增加被赏识的可能性 借掉懒惰心 激励自己勇往直前 珍惜时间 相信自己一定可以 把日子过得更好 努力 梦想总能成真 聪明的女人 从不对男人做三事 越不做 越高贵 一 隐言 爱情是一种魔力 它可以让女人 深陷其中 悄悄地改变自我 在爱情中 女人会变得更加温柔体贴 更加关注男人的需求和感受 变得更加愿意为她付出 过度沉溺于爱情中 可能会失去自我 变得越来越依赖男人 甚至失去自我判断力 如果爱情出现问题 女人可能会陷入深深的痛苦中 难以自拔 在相处的过程中 把握分寸感 是一个聪明女人 在谈恋爱时会注意的关键点 真正有头脑的女人 从不对男人做这些事 而且越不做 在男人的眼里越高贵 二 不盲目为了男人 而改变自己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 带着光芒 带着与众不同的吸引力 聪明的女人 不会盲目地为了男人 而放弃自我 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和目标 并且不会为了迎合男人 而牺牲自己的兴趣 事业 朋友和家庭 更不会为了取悦男人 而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 比如 有的男人不喜欢女人穿裙子 女人就为此将所有的裙子 都放弃了 男人不喜欢女人 和其他男人接触 所以他就放弃了自己的圈子 在小妇人中看到过这样一句话 女孩子要想自立 非学习不可 非自己不可 身以为然 女人 活出自我 坚持自己的喜好 生活方式 以及走自己想走的路 这些 都成就了她的光芒 和与众不同 聪明的女人 懂得平衡和把握 不会为了男人 而彻底改变自己 而是 会在自我和爱情之间 找到平衡点 实现人生价值 三 不一味地讨好与付出 做自己 真正善于经营婚姻的女人 不会一味地讨好男人 一味地对她付出 而是会做自己 女人不能一味地 对男人讨好与付出 因为 这样会让男人渐渐懒得付出 不再用心经营感情 而且 女人付出太多 还会让男人当成理所当然 并且觉得 她就应该为她付出 从而不再感激她 不再心疼她 女人 如若想要在男人的眼里 活得高贵 就要做自己 良好的爱情 靠两个人一起付出 以及彼此之间真实地做自己 不断被互相吸引 英国女作家 思想家玛丽 沃尔斯通克拉夫特 也曾说过 我们需要勇气去做我们自己 而不是在别人的眼中 寻找自己的影子 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 不应该把全部时间和精力 都放在男人身上 女人 坚持做自己 反而会像光芒一样 让男人觉得耀眼 四 不依附男人生活 有人生规划 女人 不依附男人生活 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这是现代女性 不可或缺的品质 人生路上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 有自己想走的路 女人也是如此 奥黛利 赫本曾经说过 女性不应该被看作是男性的附属品 而是一个独立的人格 这句话表达了女人应该有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不要过分依赖男性 女人 如若依赖男人生活 她就会渐渐失去自我生存的能力 逐渐与社会脱节 活得不再有底气 而且 当爱情消散后 女人依附男人生活 她会渐渐活成男人肩膀上的包袱与负担 聪明的女人 不管多爱一个男人 都会选择不依附于男人生活 她有着自己的事业和兴趣爱好 有自己的事业 有自己的人生目标 能为自己和家庭创造更多的财富和价值 五 接触于 爱情可以让女人变得更加美好 更加迷人 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风险 因此 在追求爱情的过程中 女人也需要保持自我 不要失去自己的独立性和判断力 爱情是美好的 但也需要理智对待 作家玛丽莲·弗伦奇所说 聪明的女人会知道自己的人生价值 她们不会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的人生轨迹 聪明的女人 无论多爱一个男人 她始终会有自己的人生规划 她会努力学习和积累知识 提高自己的综合素质 从而实现自我价值 她也会努力工作 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造力来取得成就 实现财务独立 女人要靠自己赚钱 不要依赖于男人 这样才能真正掌握自己的生活和未来 夫妻能不能走到最后 其实是命中注定的 看这两个地方 每对夫妻刚在一起时 都希望能一生一世 有些人越来越甜蜜 相伴几十年 仍然如胶似漆 有些人却渐行渐远 跌跌撞撞 最终来因续果 要有多少缘分 才能修成夫妻 要多么努力 才能共到白头 其实 夫妻能不能走到最后 是命中注定的 看这两个地方就知道 一 能不能好好说话 夫妻间的沟通格外重要 很多误会 都是因为交流不畅造成的 在亲密的人 也会因为性格 经历 思维方式的不同 而导致理解出现偏差 这时 就体现了好好说话的重要性 明确的解释 耐心的倾听 就不会让误解加深 不会爆发更大的争吵 有时候 夫妻双方没人有错 是在为对方考虑 可是因为没有好好说话 彼此都在埋怨对方的不理解 而世界上最可惜的 就是明明相爱 却因为误解而分开 另外 好好说话 不仅是要解开误会 还是要注重表达方式 同样一句话 用温柔的语气说出来 是细语春风 极言利色地说 便是狂风暴雨 听到的人 是完全不同的感受 温柔的话语 能加强夫妻间的信任感 体贴的关怀 能增进夫妻之间的亲密度 就像巴尔扎克说的 幸福的婚姻 是由夫妻间心灵融合的结果 产生的 而要想心灵融合 那一定要学会好好说话 好好沟通 二 能不能相互包容 互相包容 也是夫妻和谐相处的关键 两个人在一起 时间长了 难免会因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 产生摩擦 就像东西放在哪 晚上吃什么 都可能成为矛盾的导火索 但是很多时候 只是大家的生活习惯不同 对待事物的看法不同 并没有对错之分 婚姻之中 并弃争强好胜之心 不要总想争个是非对错 不如互相包容理解 才能双赢 婚姻中最重要的就是包容 你包容我的孩子气 我包容你的小脾气 没有完美的人 也没有完美的婚姻 包容彼此的缺点 接纳彼此的生活方式 才能幸福 如果婚姻中只有爱情 那未必会长久 爱是一种感觉 婚姻却是现实生活 如果婚姻中没有互相帮助 互相理解 互相包容 那么爱会被日常所事 消磨干净 人生艰难 结婚 就是给自己找一个同舟共计的伙伴 既然是目标一致的队友 就需要团结一心 共同努力 如果只盯着对方的缺点 攻击对方的不足 那么两个人的关系迟早分崩离析 包容一个人不容易 所以才更要珍惜 大张伟曾经在一档综艺节目中 表达过自己的观点 他说很多人都把婚姻当成一个杯子 破了一个洞就不能用了 但他觉得婚姻应该是一块布 这里破了 可以用线缝一缝 那里坏了 可以用不补一补 最后可以变成一幅美丽的画 婚姻确实如此 并不是有问题就要离婚 而是两个人共同经营 好好说出自己的想法 认真倾听对方的心声 相互包容 相互理解 才能拥有幸福的婚姻 缝缝补补 走走停停 才能把生活变成画 做成诗 相遇是缘分 缘分天定 相守是本事 是靠两个人的努力 才能成功 相濡以沫 才是真爱 婚姻要两个人共同经营 才能天长地久 告诉女儿 嫁人前要先看看男方的家庭 不符合这几点就不要嫁 电视剧《亲爱的自己》中的张芝芝 是一个温柔贤惠的女人 她有一份稳定的工作 下班后还要做饭 带孩子 她很爱老公 即使受了委屈 也不曾抱怨过 和婆婆相处的时候 也表现出尊重的态度 十分孝顺 可是婆婆却因为 她生的是女儿 就在心里嫌弃她 总是逼着张芝芝赶紧再生二胎 根本就不考虑她的感受 她老公又是典型的 大男子主义的男人 虽然表面上是婆婆逼着要二胎 其实她的心里 也是如此看清女性的 张芝芝的丈夫 从来没有心疼过她的付出 而是和自己的母亲一样 瞧不起媳妇 后来她还背叛了婚姻 女人和谁结婚 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些女生 对待感情容易失去理智 只要对方稍微对自己好一些 就感动得不顾一切 可是一旦选错了人 往后所要受的委屈 没有人替你分担 作为父母 都希望自己的女儿 可以遇到良人 她会心疼你的付出 在你感到无助的时候 会把你拉进怀里 让你有所依靠 婆家人与你相处 也会给予尊重 不会故意为难你 年轻女生因为缺乏经验 不懂得该怎样选择对的人 作为父母 一定要为她把好关 请告诉女儿 嫁人前要先看看男人的家庭 不符合这三点的不要嫁 以免将来后悔 一 有温馨的原生家庭 一个人的性格 与她的原生家庭环境 有很大的关系 内心积极和开朗的男人 多数都是在温馨的家庭里长大 他们更加明白真正的爱是什么 和你相处的时候 也懂得多付出 不会自私地只想要被爱 和一个男人结婚 不仅要考虑他的经济情况 还要看看他的父母 是如何相处的 愿爱时 记得多去他家看看 你每次去男友家的时候 可以留意在厨房忙进忙出的人是谁 如果他的父母 觉得家务都是女人应该做的 这样的原生家庭 劝你还是要躲远一点 或者男友的父母经常吵架 他们沟通的方式 大多数都在相互诋毁 那么你所爱的人 在这样的负面环境里成长 他的亲密关系 很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如果你们结婚了 长时间相处发生矛盾 他也许会延续自己父母的沟通方式 很难控制情绪 那么你将无法在婚姻里 体会到幸福感 甚至会感到很压抑 所以作为父母 一定要告诉女儿 打算和喜欢的男人结婚之前 一定要看看对方的家庭 如果他的原生家庭很糟糕 那么劝你还是谨慎一点 别把婚姻想得太过简单 因为到最后吃亏的人 还是你自己 二 人品好 家风好且三观正人品好的父母 身上仿佛自带光芒一样 与人相处的时候会表现尊重 不会总是显得一副霸道的模样 懂得尊重他人 不仅仅只是一种简单的行为 而是一个人的内在修养 三观不端正的长辈 大多数都很自以为是 很难真心和你相处 恋爱是两个人的事情 可结婚复杂多了 你需要和婆家人一辈子在一起 所以父母一定要提醒女儿 打算结婚之前 要多留意她的父母的为人 有些父母常常会对女儿说 女人不需要太努力 找个有钱的男人结婚才是正事 他们认为 一个男人有钱才是最重要的 其他的不需要太过重视 可是真正睿智的父母 不会用错的观点去引导女儿 因为有钱并不意味着幸福 如果你真的想结婚以后 日子有保障 关键还是要看一看对方的人品和担当 只有家风 豪且三观正的家庭 才能交出有责任心的男人 否则只会相反 三 门当户对 彼此之间有共同语言世界名著 简 爱中有这样一句话 爱是一场博弈 必须保持永远与对方不分伯仲 势均力敌 才能长此以往地相依相惜 因为过强的对手让人疲惫 太弱的对手令人厌倦 恋爱很简单 可是婚姻涉及到双方的家庭 大多数情侣 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 如果双方的条件差距太大 即使坚持到最后领证结婚了 往后的生活 也会产生巨大的矛盾 也许只能维持短暂的几年 就会走到结束 所以作为父母 一定要告诉女儿 要结婚之前 一定要看看彼此的家庭 是不是门当户对 这里所指的门当户对 不仅仅是经济条件上 而是指双方的思想和精神世界 只有双方有共同语言 且知书达理 才能理智看待每一件事 女生容易因为爱 就失去思考力 那么作为父母 为了她的未来 一定要告诉女儿 不符合以上谈到的 这三点的家庭 最好别嫁 唯有嫁对了原生家庭 你们才能在生活中 相互尊重和理解 彼此同舟共济 她懂得心疼你的付出 你也能感受到 婆嫁的真心的爱护 当两个人的缘分尽了 记得要回三样东西 一 隐言 缘分 就像忽然而至的春风 令人神清气爽 可又会携带着春雨 被春雨所困 人这一生 总是会碰见几个和自己有缘分的人 但不一定可以走到长久 我的前半生里 一书这样写道 结婚与恋爱毫无关系 人们老以为恋爱成熟后便自然而然的结婚 却不知结婚只是一种生活方式 人人可以结婚 简单得很 爱情 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有缘无分的两个人 也不必勉强 缘分 走到尽头 要记得收回这三样东西 二 要回属于你的钱 但凡谈恋爱 就离不开花钱 尤其是两个人在一起谈恋爱时 可能会一起置办东西 一起有存钱的计划与目标 不同的情侣之间 在一起时花销的程度也是不一样的 但分开后都是要算清楚的 既然选择了分开 就要分开的彻底一点 不要再有什么金钱上的牵扯了 分开后的大家 不过是比普通人多了一份熟悉而已 没必要还将自己的金钱投入到对方身上 是谁的钱 自然就要归还到谁的口袋里 如果在分手时 对方不断的算计你的钱 那只能证明 这个分开是完全正确的 这样的人 或许连朋友都不适合自己 亲兄弟还要明算账呢 不要觉得算得太轻是一种狠心 只有真正和对方划清界限 才可以开启之后的人生 三 收回你的真心 别纠缠 任何一段爱情 都不足以让你不断消耗自己的真心 去讨好另一个人 一定要保持自己的自尊心 无论是开始 还是结尾 缘分散尽 那就离开好了 正如徐志摩所说 时间能够证明爱情 也能够把爱推翻 没有一种悲伤是不能被时间减轻的 如果时间不可以令你忘记 那些不该记住的人 我们失去的岁月又有什么意义 当对方不爱你了 过多的纠缠 不过是将自己的真心放在地上 任人践踏罢了 既然对方都可以果断的离去 为何自己还要苦苦留恋呢 这样根本也换不来什么意义 如果真的不舍 那不妨出去走走 看看别处的风景 总是沉迷于一处的景色 自然看不到其他的美景了 每个人的真心都是值得珍惜的 不管是对方珍惜 还是自己本人珍惜 别去纠缠一个不爱你的人 谈一谈衣袖 继续往前走去 四 要回自我 重新开始生活 感情这东西 本身就勉强不来 强扭得来的感情 只会蕴含着一股苦涩的味道 难以入口 不如早早收拾自己的心情 走向未来 分开 是给自己一个机会 一个重新找到自我的机会 林清玄说过 独乐 是一个人独处时 也能欢喜 有心灵与生命的充实 缘分尽了 一定要找回自我 将时间和精力 投入到自己身上 分手后 开始新的生活 可能会有短暂的不适应 但更多的 你将迎来更好的生活 可以尽情地投身于事业 可以肆意地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 可以将生活中的每一秒都为自己而活 何乐而不为呢 别为了一个不爱你的人 而弄丢自我 重新开启自己的生活 重新找到那个被自己丢失了的自我 爱情 只是生命的一部分 人的一生 要经受的东西 实在是太多了 爱情 不过是其中的一味调味剂而已 放好自己的心态 不要把爱情看得太重了 在这个世界上 每个人都首先是自己 然后才会是其他的身份 拥有爱情 不过就是为自己添上一个新的角色 增加一个新的身份而已 可是 在此之前 都先是自我 不要为不合适的爱情苦恼 缘分总会在时机 正好的时候 落在自己身上 不管与他人的感情有多好 请记住四句忠言 一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 是要讲规矩的 就像是下棋 或者玩牌 都会有其准则 否则就无法愉快地玩下去 在与他人相处时 保护好彼此的底线 保持分寸感 不断调整相处模式 这份关系会更加稳定 毕书敏说 亲近地保持距离 才是最恰当的交际方式 人生 有很多事情是不能分享的 有很多便宜是不能占别人的 很多话更适合记在心里 交际 是有技巧的 不管与他人的感情有多好 请记住四句忠言 二 无论感情多好 要保持礼尚往来 别占小便宜 与他人相处时 谨记礼尚往来 真言的人 会更深得人心 做人 需要有一颗换位思考的心 两人利益 都能得到保障时 关系才能持久 闯关东里的朱传杰与家人在船上 救了奄奄一息的夏掌柜 夏掌柜因为感恩 也觉得传杰聪明 于是让他跟着自己学做生意 但是夏掌柜不知道朱传杰的为人如何 便故意在桌子脚下放银元 试探他的人品 传杰看到钱 悉数上交 这种做法让夏掌柜很满意 后来夏掌柜把做生意的经验 全部传授给他 并且把女儿许配给他 如果传杰当初是一个占小便宜的人 后来就不会有如此美满的人生 菜根坛中有言 不求非分之福 不贪无故之祸 不管与他人感情多好 都不必求非分之福 无需贪心自己本不应该收获的福气 即使是亲密的交际关系 都不可不问自取 随便侵占他人的利益 让彼此的关系渐渐疏远 是自己的 有随意支配的权利 不是自己的 不要额外占有 无论感情多好 都需要保持一颗理上往来的心 有份寸的交流 如此才是与人相处的长久之道 三 别开过分的玩笑话 因为说者无心听者 有心无论彼此感情多好 有一些玩笑话 虚甚言 有些玩笑话中藏着真心 也藏着坏心 无论与谁相处 都不必随口和他人说玩笑话 因为说者无心 听者有心 说话时要经过大脑思考 过滤一些不适合的言语 恰当地表达 让彼此的相处更融洽 有一些过分的玩笑话 如果不经过大脑随意说出口 会像一根刺 扎在他人的心上 两人在相处时 会让他人很不舒服 如果在说完话之后 看到对方变了脸色 才意识到自己玩笑的过分 往往为时已晚 虽然用道歉来弥补 但是已经重伤了他人的心 人生在世 每一个人都有不愿提及的事情 有的人与你关系亲密 一些隐私的事情 愿意与你透露一二 但也要学会守口如瓶 朋友真诚待你时 更应该维护他的名誉 不应该以此为把柄 开过分玩笑 并时不时拿出来嘲笑对方 四 借钱时 要把丑话说在前面 别事后各自猜忌生活里 难免会遇到经济窘迫的时刻 在主动寻找可借钱之人时 请记住将丑话说在前面 避免事后各自猜忌 不管彼此感情多好 在借钱时 两人需要先小人 后君子将利益说清楚 两人关系会更信任 莎士比亚说 向人借债是自寻烦恼 如果在借钱时 没有将自己的窘境 或者是确保自己还钱意愿说清楚时 在后期 这笔借款会成为两人心中的隔阂 影响彼此的交际 如果有人遇到困难 问你借钱 借给对方可以 但是一定要讲明白 什么时间归还 最好有具有法律效力的借条 两人工对工 私对私 关系会更和谐 如果向别人借钱 就一定把借钱这件事说清楚 什么时候还钱 有没有利息 都要做详细的计划 并且按计划去执行 同样 如果有人向你借钱 你认可他的人品 不想失去他这个朋友 想帮助他 也可以用同样的方式 在借之前 把话说清楚 五 有话当面沟通 不要向他人抱怨 以免产生矛盾 无论彼此感情多好 有一些话语 需要当面沟通 两人之间即使有矛盾 也更容易解决 在交际里 是能够将问题直接化解决 说事实 不抱怨的人 更懂得经营感情 抗注 抗注就是本师 这本书中提到过一个沟通理论 简单讲 就是你想说什么 当着对方的面 一次性地说清楚 不管好的坏的 都放到明面上去讲 不在背后说人坏话 造成彼此之间的隔阂 与他人相处时 关系一直很糟糕的主要原因 往往是一直逃避问题 两个人之间的问题 不仅一直都存在 而且还像滚雪球一样 越来越大 彼此之间的误会越来越多 隔阂越来越深 最终成为无法逾越的鸿沟 在现实生活中 与他人产生了矛盾后 心存芥蒂 不沟通 不解释 而是向他人抱怨 最后导致矛盾越来越大 遇到问题 当面沟通 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 如此 感情能发展得更长久 人生在世 好好善待身边的人 交到一个 惺惺相惜的朋友不容易 不管两个人之间 产生怎样的问题 都应该坦诚不公地说清楚 不要让两个人产生心结 忽略了经营这段关系 无论与他人的感情有多好 不要总是想着去占对方的便宜 说话注意分寸 懂得礼尚往来 不要因为利益的纠葛 破坏了珍贵的感情 做一个有话直说的人 做一个真诚的人 如此 你身边的人 也会感受到你的真挚 并与你长久相伴 夫妻能不能相伴过完一生 从结婚时就注定了 我们常说 少年夫妻老来伴 能够和自己的伴侣 相守一生是每个人的期望 但是夫妻 到底能不能相如以沫 相守相依 走完这一辈子 很多时候都是要看缘分 夫妻之间 能不能相伴过完 这一生 其实从结婚时 就已经注定了 主要是看以下三点 一 有没有感情基础 现在很多人的婚姻 都是通过相亲开始的 这样的婚姻 往往很迅速 两个人之间互相知根知底 经过短暂的了解 没有什么不可调和的矛盾 很快就会步入婚姻的殿堂 并不是说相亲不好 而是通过相亲结成的婚姻 他们的感情基础 往往都比较薄弱 在婚姻中 感情基础实际上 决定了我们对婚姻 容忍的下限 如果是自由恋爱 尤其是经过长时间的恋爱 结合的夫妻 他们的感情基础 相对比较深厚 所以他们对于婚姻的容忍度 也就会比较高 一些小问题小缺点 他们可以用爱来包容 而那些婚姻感情基础 比较薄弱的 他们对于婚姻的容忍度 相对来说就比较低 很多时候 可能只是一些小矛盾 但是因为缺少足够的爱 所以他们没有那个耐心 也没有那个意愿 去化解这个矛盾 而是更多地考虑自己的感受 这样的婚姻 往往也就不太牢固 二 成长环境是否般配在 古代婚姻讲究门当户对 现在虽然不再看重 所谓的家世门楣 但实际上两个人的生长环境 对于一段婚姻来说 依然是非常重要的 看两个人的生长环境 是否匹配 并不是现实 不是去选择物质条件 而是要看两个人 从小所接受到的教育 他们所形成的三观 是否是一致的 婚姻不是一朝一夕的事 是一辈子的陪伴 在婚姻中 我们会遇到生活中 所有方方面面的问题 很多事情并没有所谓的对错 只是两个人 从他各自不同的角度去看 可能会得出 截然相反的结论 如果两个人的三观不一致 从小接受到的教育不一样 那么他们在对于同一件问题 很可能就会有完全不同的看法 这样一点一滴的小矛盾积攒起来 日积月累也会成为 无法化解的大裂痕 这样的一段婚姻 自然也就很难长久 三 性格是否合适很多人在结婚前 对于性格并不是那么的看重 他们认为 只要感情好 就可以弥补所有性格上的问题 实际上 感情确实是两个人相处时的柔顺剂 但是感情也是会消磨的 在情道浓时 性格不合就叫做性格互补 可是等到爱情的激情 退去之后 性格之间的矛盾 就会赤裸裸地暴露出来 那个时候互补也就成了互斥 所以我们在挑选结婚对象时 所看的不能仅仅只是感情 我们更要看两个人的性格 是否合适 如果性格差异过大 你可以容忍他一天两天 一年两年 但是你很难容忍一个人一辈子 结婚不仅仅是找一个爱的人结婚 更重要的是要找一个合适的人结婚 所以当步入婚姻的殿堂时 多一些冷静和思考 多一些考量 这才是真正对婚姻负责任的态度 你前期的考虑与周密 那么你的婚姻也就可能越稳固 希望每个人都能拥有一段浪漫 而持久的婚姻 陪伴你度过幸福的一生 饭桌上 有这三种习惯的家庭 不能嫁 对于女人来讲 找一个对的家庭 甚至比找一个对的男人更加重要 因为对的家庭 培养出来的男孩 多半是不差的 他们家风好 三观正 为人善良 跟这样的人成为一家人 可以感受到更多的爱与温暖 先有好家庭和好父母 才会有好孩子 想知道一个家庭是不是值得嫁过去 其实跟他们吃顿饭 就能知道个大概 如果他们在饭桌上 有以下三个习惯 最好不要嫁 他们未必合适 一 吃饭时相互拌嘴 相互责备大学同学描描之前 通过相亲认识一个男人 两个人挺聊得来 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了 但是没想到 去他们家吃一顿饭 苗苗直接提出了分手 原因是 他们家在饭桌上的某些习惯 他实在接受不了 也正是通过这些习惯 他看清了他们家的家风 觉得嫁过去 无异于羊入虎口 首先就是 他们在吃饭的时候会吵架 比如母亲当天做的饭 不符合父亲的口味 父亲就会出言责备 而母亲觉得自己那么辛苦了 还得不到感恩 就分外委屈 于是负面情绪倾泻出来 两人吵得不可开交 苗苗觉得很尴尬 就想让当时的男友劝一下 没想到男友却说 不用管他们 经常都是这么吵 我都习惯了 在这样一言不合 就吵架的家庭环境里 怎么可能感受到幸福 苗苗期待的家庭氛围 是和谐的 温暖的 而不是这样相互责备 相互埋怨的 这是他接受不了的第一点 二 不尊重客人 接受不了的第二点是 他们完全不懂得 或者说 不在乎待客的礼节 吃饭当天 苗苗没有感受到 任何的尊重 也没有觉得他们对自己 有多么重视 印象最深的一点是 他的父母旁敲侧击地问他 打算什么时候要孩子 还问他能不能接受结婚以后 在家带孩子 大概意思就是 他们年纪渐渐大了 可能帮不了他们多少 还是要他们自己搞定 苗苗觉得自己被冒犯了 要不要结婚还是一回事 怎么就谈到生孩子这个话题了呢 再说了 这些事应该是 他们夫妻自己做决定 父母那么早就来干涉 以后免不了会有矛盾 对于这样 没有借现感的家庭 苗苗望而生畏 当时就觉得 这样的家庭嫁不得 三 吃完饭后 没人愿意洗碗 其实前两点 已经让苗苗下定决心了 第三点 只是让他走得更干脆一点 那就是 吃完饭以后 没有人愿意洗碗 父母甚至还因为这件事 又吵了一架 母亲觉得自己很辛苦 总是不被体谅 父亲觉得 这些家务事 本来就是母亲的份内事 一个大男人 哪有干家务的 就是这种大男子思想 让苗苗觉得非常不适 他很难相信 时代发展到今天 竟然还会有男人 对女性如此不尊重 他很难想象 自己嫁过来以后 会过一种什么样的日子 最让人接受不了的是 他当时的男友不觉得 这些有什么 甚至还认为 女人做家务是应该的 本来就应该这样 这样的家庭 不仅分为不和谐 思想观念还很落后 嫁过去 不可能有幸福可言 所以提出分手 苗苗并不后悔 反倒觉得很庆幸 在此也想提醒 有儿子的家庭 如果你想娶到一个 称心如意的儿媳 那么请 首先要改正自己的思想观念 对于对方 有足够的尊重 其次要注意 培养家风 再者要注意 生活习惯 要知道 越是细节的东西 越是能暴露问题 否则哪怕只是吃一次饭 你就已经被女方家庭 拉黑了 并不向着 请 优独播 优独播 优独播